远离因果 视为上 上 不替别人悲艳 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 远离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 见一切因果赶快回避 不要进入因果中 这就相当于爸妈吵架 孩子千万不要介入 一旦介入 就不知道谁对谁错 而且最后的结果是 爸妈都骂你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 事情的前因后果 其实是因为过去 发生的事情 才造成了他们今天的吵架 并不是单单因为 现在这次的事情 所以只要你参与进去 就是错的 进去就动因果了 不了解就会卷入因果 有智慧的人 远离因果 有智慧的人 要懂得 个人业障 个人自己 会受的 不是你来帮他受 只能让他 自己去受 这是天地 之真理 之真理和定律 称为因果定律 定律是谁都无法改变的 佛法之真理 佛法就是讲因果真理 就像很多坏人 做了很多坏事 现在他们天天 关在监狱里 受苦受报 你说你帮得了他们吗 他们做坏事的时候 你去劝他们 他们就打你 你就帮他们背了 最后 他们关进去 受自己的果报 难道 你也要去受 这个果报 这就是天理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唯有淡出因果 远离因果 你才能回避因果 不动因果 这才是智慧 学佛人 要被别人 说得起 讲得起 敢于承认 自己的错误 忏悔 自己的前迁 你才能清洗 自己的业障 否则的话 你的业障 一直 黏在你身上 你的运气 不会好起来 各人造业 各人了 因果报应 无法逃 不造因果 离障罪 不动因果 需智慧 勇于认错 不复藏 只成忏悔 消业障 这次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